這個單位四周圍殘舊不堪 牆身又灰又黑 電線又外露 與粵語長片的破廟就差不多了 不過只用了28萬 就可以換言一身 今次這個單位 護主一個人住 他每天都有打坐一半小時的習慣 希望靜靜地遠離陳曉 喜歡打坐 遠離帆曉其實他都是一個比較喜歡親人大自然的人 所以我們會在房子用了很多不同的元素 例如這張梳化感 會給予一種好像草地的感覺 水泥會有石的感覺 然後會有木 不同的元素在家裡 為了營造大自然舒適的環境 空間感絕對不可以忽視 所以設計師就打通了原則的兩間房 不過在賢家師方面 必然都要注意 就好像這張梳化感 就選出較為矮身 那就不會遮住視線 整個空間就更加開揚 而這個一高一低的地台 除了說有收納用途之外 其實還可以幫助空間的劃分 如果而不夠私隱的話 就可以拉上這個直立鍊 更加可以因應自己的需要 而調教開合幅度 好 看完整個屋都是只有一張床 媽咪來的時候怎麼辦 其實這個觀景窗的位置 可以變身做一張床 下面這個位置可以揭起 然後放下兩個機關之後 其實它就可以變身做一張單人床 平時就可以坐在這裡喝杯茶 看本書 至於浴室方面 亦都注入了大自然的元素 浴缸的表面 就用了藍色的磚砌成 令到浸浴的時候 就好像浸在海水一樣 去到廚房 因為護主都不是經常煮東西吃 所以就用了淺色的物料 去打造廚房 令到空間更加光亮 通常圓關這個位置都會弄了一個鞋櫃 不過設計師今次就把鞋櫃 弄在處民地台這裡 整個感覺看起來就更加整潔了 今次單位的工程費用 大概用了28萬左右 主要用在木工方面 請幫監製 要多兩點 謝謝 請按讚 請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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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呔呔